养狗就不能惯 越宠越完蛋 一岁半之前是训犬的黄金期 提前立好规矩 哪怕它是蒙犬苗子 也能变成小蒙虫 举几个必须立规矩的行为 幼犬咬你手 捏鼻子 抠嗓子 从根源上就杜绝了它长大之后 咬人的隐患 二 一进笼子就狂叫不止 有些铲使官就会放任 人家小家伙从小无父无母 教纵点爱喊叫又怎么了 我希望你日后说这话别后悔 他叫确实有不适应新环境的可能 但更多的是想通过废叫来征服主人 从而达到把他放出去玩的目的 一旦从小灌到大出了门 那他就是老大遛你跟玩似的 三 喜欢铺人 幼犬时期顶多铺到你的小腿 但成年之后就能把你铺倒 主人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这就要咱从小教会他看到人要坐下 第四 拆家 但凡你出门垃圾桶给你翻一地 窗帘也给你挠成流苏款 再大点咬笼子干家具 但凡是他看不顺眼的物件 寿命期直线缩短 所以从小龙养那才是正解 第五 去厨房找神吃 你心疼他饿了又高兴 哎 这小家伙就是聪明 知道厨房有神 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 每次炒菜 门口就会蹲一撂大卡车 你驱赶他就嚎叫 你不为人家粮口 你就是大罪人 幼犬时期的臭毛病 一定要给他改掉 期间牢记不能心软 持续严厉管教 这样他才能被你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家庭小伙伴 而不是男伺候的祖宗爷